陈何花小剧场 陈何花同志 半年不到咱们又见面了 哎呀喂 孩子都有了 警察同志您太优卖了 我识会不到 哪里会有孩子啊 他叫闲闲仔 妈妈常年在野外搞科研 是我们村的留守儿童 来 闲闲仔 给警察夫妇请安 警察叔叔大哥好 我叫闲闲仔 都在斧头山换饭吃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哦 小小年纪 怎么说话一股子江湖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孩子电视剧看多了 您别见怪啊 按理说咱们是老朋友了 我应该主动拜访您 可回会都是您亲自邀请我 失礼失礼了 什么乱七八糟 陈何花同志注意你的措辞 我们不是邀请你 是传唤你 差不多一个意思了 拉倒吧 意思差别大了 你小心一点 这次的事情有点大 搞不好就喜提银手镯一副哦 您太客气了 我自己有金手镯 哪里还好意思要您的银手镯啊 严肃点 有群众举报 你在斧头山设立帮派 孩子称花花总多主 这可是涉及组织黑社会的罪名哦 这是恶意举报 小花我冤枉啊 我猜这个闲闲仔就是你手下的小弟吧 您搞错了啦 他真是留守儿童 我设立的不是帮派 是幼儿园啦 你们斧头山不是有公班幼儿园嘛 非法开班学习班也是方法的 警察同志 您有所不知 我们斧头村地处偏远 土地平息 村民度日艰难 年轻的熊熊多到外地打棍 谋求生计 剩下一窝老的老 小的小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 这些孩子哪里上得起公班幼儿园啊 没法子 我就只能把他们说了在家 分带着教他们认几个字 别当睁眼瞎就行了 这不换犯罪吧 可之前你不是说家中艰难 上有高堂师丰 下有低妹抚育 哪里还有功夫照顾他们啊 哎 说出来都是眼泪啊 我有生计 我平时也带着他们眼睛串乡 做些小买卖 可能就因为这个被举报设立帮派 我可是比东鹅还嫩啊 嫌嫌宰同志 橙和花所言素实吗 嫌嫌宰 你要实话实说哦 你叶子姐在家烧开水 等着给你洗白白呢 警察叔叔大哥 花姐说的句句属实 如果没有花姐的照顾 我们就要变成买饭吃的野孩子啦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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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